小源 小源 穿好了嗎 穿好了 我幫你寄零帶 一晚上沒睡 簽字了嗎 沒有 我不會簽的 小源 你 哥 祝你們百年好合 走吧 我 你不想結婚了嗎 琴姐都撒了 走 快點 你不想結婚一下嗎 金漢敏學生 飛天葉祥原主 《翼海佳音》錄製 《現代廣播劇》 《王子病的春天》 第二集 第十一集 鸡仔 好久不见啊 你可没良心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孕得还不出来 我哥结婚太忙了 你不是说交了个女朋友吗 人呢 没答案 你别转一话提给你 那好了 鸡仔快起开 他又快被你帮得喘不上气了 就是好久不见了 牛奶仔还是亮仔 你哥的风头都要被你抢光了 小远 爸 你在这里啊 叔叔 叔叔好 好好好 你们好 这老同学 又都聚齐了啊 瑞康呢 在里面招待客人 你们几位啊 可以先去那边吃些点心 婚礼十二点开始 好 叔叔 好 叔叔 您忙 我先进去了 在这里 请允许我代表二位新人 和他们的家人 再次对各位来宾的光临 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 对 接下来就由新郎谭先生 来说说他的爱情感触 谭先生 哥 赶紧讲话了 你害羞啊 我想先感谢一下 一支陪伴着我长大的弟弟 赵瑶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创业 我们说好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创业 我们说好哥子结婚以后还住一起 我一直以为这只大猴子会一倍的能量 今天终于可以把他架上去了 真是不容易啊 哥 新闻快乐 新郎有什么对新娘说的吗 让我们来听听新郎爱的表白 请问你爱上新娘的时候 是哪一个 他的身上有什么令你动心的品质 我 最 爱他的时候 是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 谭瑞康 你妈妈都不在了 以后我会好好疼你 好好爱你 我会给你一个家 以后有我在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 相信这就是真爱的力量 越制服 越动人 新娘呢 爱上新郎的时候 是哪一刻 我最爱瑞康的那一刻 是他把我抱起来 抱上车说 我们不做这个了 我养你一辈子 那一瞬间我就知道 是他 瑞康可以啊是他 恭喜谭先生和李小姐 正式结为夫妻 请新郎和新娘交换结婚建制 交换结婚建制 我以后有建制 感情好不大是他 接下来 婚宴开始 各位罪宴可以开始用餐了 你哥的精神怎么这么差啊 昨天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 不知道 我很早就睡了 我改变主意了啊 等我结婚的时候 千万不能请牛奶仔来当伴郎 谁请他谁倒霉 咱们是来抢风头的嘛 太惨了 谁说的 等我结婚 就得让他当伴郎 我们绝带双交 看完不死你们这些宾客 牛奶仔是我的手放 你这么霸道 让任远自己选 行行行 别闹了 让他选 好了 你们先吃 我去敬个酒 多谢王大哥帮忙了 我和兄弟两位 我今天都是靠你 你随意 我干了啊 我也必须干 一起一起 那王大哥你们随便吃 不够再点啊 好 去忙吧 好 去忙吧 秀远 你还好吧 没事 走吧 下一周 你先去休息一下 我来 我来吧 那桌一定要喝的 全是市委和解决院的人 不用你等 哥去起来 谁帮你等啊 我不去的话 我爸就得喝 你再回家痛风又发作 张叔 好久不见啊 我感谢你今天能来 来来来 敬你一杯 弟 你没事吧 这站都站不稳啊 没事 有点 有点在交给我们 你去照顾客人吗 赶紧去吧 放心 我们照顾他 行 一定看好他啊 我先走了 他喝了多少 你还咋怎么这么能喝了 以前喝点啤酒都醉了 睡一下 你也没 别跟我说 哎 他喝醉酒的时候 是要说红话的 逗他说 逗他说 真的 那我试试啊 游奶仔 老婆呢 你怎么会吃呢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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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仔 你老婆怎么不要你了 你结婚了呀 牛奶仔 你老婆是谁呀 没老婆 我老公 老公 老公 你老公是谁 说是谁 妈咯 那你最爱谁 牛奶仔 说你最爱谁 妈 妈 妈妈 爸爸 哥 哥 哥 我们是一家人 妈 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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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替这个平达 真开玩笑啊 她很爱她妈呢 不是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怎么了你玩家 你别哭啊 我带她生气 走 老公走 别哭了 你 就是我这样 我带你去 你们先去二楼可以课啊 好 行 好 来 擦嘴擦嘴 擦嘴 没事吧 来来来来 干嘛嘴擦一下 好点吗 谢谢 舒服 别喝进去啊 舒服点吗 嗯 我最喜欢了 嗯 十年前的表 你还带着 好 是啊 我这人优点一大堆 缺点只有一个 就是专一 看你去研究了 有了劳力士 就不要牛奶妹了 牛奶妹被偷了 回头我再去买一顿 一人一个 捡你的魂痴 别当下老婆吃素找上门 行婚 你看 女朋友都没带过来 行婚是什么 你妈催你结婚了 就是找个拉拉 组建一个家庭 大家瞒过父母 各个各的 哎 我妈交了个男朋友 他们俩退休旅游去了 不过那男的对她挺好的 还给了我辆车开 你找拉拉结婚 为什么 别装了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 那天晚上 你来我家睡觉 记得吗 你看过我的QQ 还登了自己的 重建之后 我看了登陆窗口上面 存了你的QQ号 所以你那天晚上就知道了 嗯 我后来发现我也是同志 还去治了 我哥让我去做康复治疗 怎么知道 有用吗 就让我看女人的裸体 喝口牛奶 然后再看男人做爱和接吻 喝口醉醋劲 你哥让你去接受这种治疗 我自愿的 现在同性恋也没治好 闻到牛奶为 就难受的小偷 牛奶再不喝牛奶了 你干嘛这样对你自己 谢谢 不能让我爸和我哥失望 没你这本事 早知道当初跟你去读医中 老婆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 嫁给我吧 我们去荷兰办婚礼 不 不 有 不 有 回去吧 他们等了很久了 那我算你答应了 先请 没有了反悔 找死 你要用墙吗 小小我告诉你妈 你每次都这样 走吧 哎 哎 牛奶奶回来了 回来了 没事吧 没事 酒醒了 行 没事就好 这瓶牛奶我扔了 哎哎 为什么呀 哎 我还没喝完呢 刘作阳 你惹的刺激好 我知道你们两个早勾搭上了 装什么 你们家一起欠我四万块钱了 婚礼别他妈亲我 好妈没有了 你好狠的心啊 我是想让你来帮我当伴郎收钱了 啊 乖唱歌 我唱首歌送给我的老婆 牛奶菜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只唱同桌的你 亲爱的 这不是爱情 哎 这个我会啊 一起唱吧 好 来来来来来 就是你那台风景叮咚叮咚叮咚叮咛 像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 微笑看你送完心 转身厉害的背影 喜欢与自己清秀的惯性 那温热的牛奶品在我手中握紧 怎么不唱啊 你说 我如果每天在你家楼下写一次我爱你 写满一百天 会有什么结果 你妈会在第三天就知道 要不要打个赌 谢谢你 哎 我们新王来了 哎 瑞康来了 过来过来一起啊 林子波 把麦给我 亲唱快 好 来 小远 你没事吧 酒醒了吗 嘘 别说话 今天这首歌 送给我个哥 海瑞康 好好好 祝你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好 好 好 快来 来 在梦同之时 是他书远而知 弟 生日快乐 上车 走 这就去东方 我等不及了 好 哈哈 只好黑 我 又过来 幸亏有你陪着我 我们是一家人吧 应该的 幸福 父母 他们总会有个天不快 也不坏走 你不坏走 小远 装我自私 我亲切是见识 我不会 由明天开始 天生气 不是那个喜欢自己哥哥的 叫姚远 我只是你的弟 就像你以前跟我说的那样 我舍不得你啊 小远 你怎么不说 你怎么不说啊 你怎么不说啊 小远 哇塞 你好本事啊 连最后的哭声都唱出来了 是吧 你原来在唱歌很猛的 嗯 怎么眼睛还红了 那是因为我唱的深情 嗯 该去闹洞房了吧 算了吧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你们闹吧 我和牛奶仔去海边玩 我们大家一起去吧 那这样 我先去买吃的 张震 你们先去 你吃吧 你回去洞房嘛 你去洞房啊你 好吧 小远 别太晚啊 如果坐死了 干去陪你老婆了 就是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哎呀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海风吹着好舒服啊 哦 哎 喝酒吗 哎 我带了几瓶 哎 今天还没喝够啊 喝牛奶吧 我对牛奶过敏 你别喝 啊 啊 怎么了 不是牛奶仔怎么不喝牛奶了 对啊 你以前奶茶不离手的呀 哎呀不喝不喝 都藏起来啊 哎 好吧 我去租帐吧 我们今晚就睡这里吧 走吧 我们一起 哎 走 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好 你哥 嗯 我跟他说今晚不回去了 老婆 你考虑一下 什么 我们在一起吧 我不要你一分钱 我养得起你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你有几千万身价 还带着这个六百块钱的牛奶仔手表 一戴就是十年 冲这个 我会好好对你一辈子 去你的 我又不是为你立正街排放 才带这个表的 别污染我们之间的感情 是 真的 没机会了 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机子 你懂吗 我明天 去回香港了 嗯 以后来香港 打电话 再说吧 走 去帮张正他们搭帐吧 seed 吸血 他打电话 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去 那儿 Down 爹 你昨天怎么不回家呀 你哥都担心死了 留给你们二人世界啊 恭喜你们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什么时候度蜜月 你哥说公司的事走不开 一大早就去上班了 我弟 你说你哥这个人 他到底在想什么呀 度蜜月都不去 他忙嘛 没办法 等过段时间吧 淡几就好了 我也没办法替他 我连公司的人都认不全 那就只有以后再说了呗 弟 你说你哥那个人 他上次 又啊 还送一个女客户 两万块钱的护肤品 我想拿一套去用 他还不愿意 我哥这么多缺点 你干嘛还和他结婚 他找你求婚的时候 你还哭 哭毛啊 让他带你去买 刷他的卡就行 我哪敢呀 我去新家那边看看 那边味道重 还没装修好 没事 我就去盯一下进度 晚上回家吃饭吗 今晚奥运会开幕 再说吧 弟 你怎么不去学开车呢 不用 以前生日的时候 我哥送了个司机 司机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喂 宝宝 你要和你哥哥分家 我哪里有家能分 家就在他身上 全都给他了 宝宝 你哥哥真的很爱你的 不挂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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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我们 好好好 你到爸爸这边来看看吧 装修的差不多了 嫂子刚去呢 爸一会儿过来接你 带你去看看电器 热 不想出去 别老呆在家里 你哥哥说你都两个月 也没去过公司了 怎么能这样啊 好好好 知道了 去 老头子 你们中石油怎么样了 还行吧 能抛就抛了吧 别等到破发 回家被老婆抓里 宝宝 你觉得中石油会破发 我猜的 你想听我的吗 你是小复兴 你是小复兴 你出生的那年 爸爸的公司就有起色了 算命的都说你命好 谁没了谁还不是一样的不过 好 到了 先去看看房子 规划一下要买什么电器吧 家具还没买 我要出国了 不想留在这里 因为不喜欢你嫂子 对吧 你从小就这样 对陌生人啊 太抗拒 我现在学乖了 不敢多干涉你们的爱情 说了也没用 还要被骂不知好歹 不成熟 我会迁就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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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需要爱情滋润的人 所以大家各过各的就行了 宝宝 等你结婚以后就会明白了 男人在家庭里啊 是一个处于霍悉泥的位置 既要哄老婆 又要哄父母 你哥哥已经很努力地在做了 你想啊 如果你妈妈还活着 不喜欢你老婆 你该怎么办 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爸 你脸皮厚得简直跟长城一样 你霍悉你的本事显然稀巴烂 你都快呼自己一脸了 还好意思说我 我不会结婚 让你的小儿子去传承香火 你已经管不着我了 你呀 脾气还是老样子 那就不说了 接电贴吧 还没开始用呢 爬不楼梯 断来断你身体吧 你痛疯的爬什么楼梯 我背你吧 你背得动吗 别摔下来 我试试 小时候你就背我的 不行 玩笑归玩笑 摔伤了就跑了 好吧 其实你哥和你嫂子 很想和你一起生活的 妈 我也真是烦 结果连蜜月都不去 我不是就冲着这家没婆婆吗 结果来的弟 比恶婆婆还难对 是嫂子的声音 哎 你知道吧 韩瑞康结婚之前 人也好 又浪漫又体贴 结果开始注意起了 那一大堆凤凰男的毛病 就都出来了 哎 你知道吗 我什么事情都要问他弟的意义 他弟哪怕有丁点不好 我都不能说一句的 说了他就朝我发火 他弟也是这德行 在他弟眼里 韩瑞康就什么都是好的 说都不能说 一说他哥啊 他那脸都难看得要死 还有 韩瑞康每天从公司回来 第一件事 就是给他弟做宵夜吃 他什么都听他弟的 他弟要多少钱 他给多少钱 我是他老婆 他一个月零花钱 就给我五千 我哪有半点当老婆的样子 有多少钱也不跟我说 两千里防我跟防贼似的 不看上他家钱了吗 就算我是冲着钱来的 那我都嫁给他了 要照顾他一辈子的 要给他谈家生小孩的 这些钱 动我一断有错吗 你嫂子平时都这么想 我犯贱的呀 季于天 我怎么都爱上他了呢 她是一名女朋友的 长得跟个绣花枕头似的 我看到自己 就是个白吃饭之作事 你已经在家里全坐着 花钱大手大抬 吃饭要吃泰国米 零食要吃进口的 卖牛奶就通通不吃 他不吃就算了 别人还不能在他面前吃 连牛奶沐浴露都不能用 我上次在巴黎买的沐浴露 全扔了 八千多块啊 不嫁进他家 就一辈子不能喝牛奶了 你不喝牛奶了 怎么回事 他家呀就是把我 有次喝到过气的 食物中毒 让我不上班 在家里生小孩 过段时间就好了 当然拿了呀 我爸拿了十万给我 我舅舅就给了我十万 这点价装 哪够人家看的呀 人家是有钱人啊 你哥拿了他家二十万价装 我哥那天跟我说 他家拿了八千八百克的红包 外加一床被子 可能那床被子 这十九万又一千二吧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先下去吧 别听出心脏病了 我再听听 还挺有意思的 是 他弟的爸爸有钱 增加也有几个亿吧 五十岁 是你爸 长得也不错 半年都不显老 你说我怎么就没碰上 这么有钱的老男人呢 他 他 不知道 他可能有点喜欢我吧 但他老婆挺凶的 他不肯碰我 啊 不行吧 离婚 吓得那老头子吗 我可不敢 姚姚你过来吧 看看情况 介绍给你认识 那老头子人还挺好的 特别有内涵 他经常来我们这边 都帮着装修 我猜他 是说来看我的 还夸我挺好看 还说带我去买衣服 跟我弄大鞋呢 你把这事跟瑞康谈清楚 啊 这像什么样子 爸 你还是很有魅力 你没有老 很倒向女生喜欢 这都什么事 瑞康婚房写谁的名字 婚前财产 我买房当天 就给他顺便请了公正的 爸爸那间啊 过几天去办公过户 转给你吧 你们两个都一个样 其实离京有句话说的没错 又要娶老婆 又防女人跟防贼似的 这样怎么行 爸爸不是这个意思 你小儿子什么都没得到啊 你不怕以后 被他送娘老院去啊 到时候我可不接你出来 你也没有得到过 爸爸的任何帮助 大学毕业以后 除了那点启动资金 没用过家里一分钱 一路白手起家创业开公司 为什么你就觉得 爸爸应该留给他财产啊 当年你妈妈 卖了他的戒指 项链 给爸爸一千块钱 爸爸就足够打拼出 一个公司来了 都是白手起家 凭什么你觉得他做不到啊 我是特利 我天生命好 我有信心 他也不会比你差太多 好吧 那让他走着瞧 他开什么 我就计划他什么公司 你呀 到那个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你还会忍不住去帮他一把 因为当你看着他 你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 你一直很有身为男人的豁达 这很重要 你别告诉我哥这事 我看他不顺眼很久了 管他吃点亏 他不长记性 你早就知道 你都准备好了 反正你们都别管 我来解决就行了 爹 吃了吗 嗯 你什么时候搬家 小远 我想跟你谈谈 你最好别和我啰嗦这个 到时候两头不逃 你跟我一起搬家 不 不行 你不走 我也不走了 你存心跟我作对 是不是 这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名字 我换个锁 你们谁也进不来 别被我动促 你必须走 你赖在我家十年了 老公 回来了 嗯 又去新房了 嗯 去看装修 爹 今天很高兴吗 是啊 曲终拿了很多金牌 我为中华崛起而自豪 拿了多少名啊 忘了总之很多 小远 你疯了吗 我怀疑我一直有精神病 我接个电话 喂 啊 小远啊 你今天有时间吗 阿姨有一点重要的事情 先和你谈一谈 是关于你爸爸的 没有 我要看奥运 你电话里说一样的 啊 诶 那个小远啊 现在家里面 是你在当家吧 嗯 算是吧 我也不知道谁当家 不过目前来说 有什么事还是我说的算 那谢谢你能让我们母子搬进来啊 阿姨是很感谢你的 嗯 但是 瑞康她老婆是不是来得太勤了 啊 我也不好说她什么 就是你爸爸身体不太好 需要静养 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转大一下 啊 当然了 你和瑞康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是很欢迎的 啊 嗯 是舒阿姨吗 对 她说我爸最近已经痛风又犯了 不去跑装修了 过段时间去书河疗养 啊 嗯 需要人照顾吗 舒阿姨很辛苦的 请了个保姆每天伺候她 休息休息就好 啊 舒阿姨超温柔的 她超慈祥的 你好 你好 请问牛奶仔在家吗 姐 阿姨 好 呀 好的 我 现在 咱们 添